哈囉大家好我是舉若 最近有很多人留言問我怎麼看烏克蘭跟俄羅斯的事情 所以我決定乾脆直接拍一支影片來回答各位好了 那首先我們把世界想像成是一所學校 而每個國家就是一個班級 至於人民就是班上的學生 那這所學校有兩個最流氓的班級 一個是美國班一個是俄羅斯班 而這兩個班的老師都想當老大 但是美國班的老師很清楚知道 如果他要求班上的學生 直接去跟俄羅斯班的學生來幹架的話 將會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最主要是因為俄羅斯班的學生也不是好惹的 而俄羅斯班的老師也知道美國班的學生很厲害 所以他們兩個班其實都很清楚 如果他們就這樣直接開打的話 兩邊一定都會有嚴重的損傷 這樣就很容易讓全校第三流氓的中國班來取代他們的地位 而且如果美俄這兩個班真的打起來的話 我相信其他班級的老師看到也不太會願意幫忙 就算真的幫了忙也絕對不會是真心的 除非你影響到他們班上的利益 於是美國班的老師就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學校裡剛好有一個班級叫做烏克蘭班 他經常被俄羅斯班的老師欺負 但是因為烏克蘭這個班很弱 所以每次被欺負也只能摸摸鼻子 於是美國班的老師就找機會跟烏克蘭班的老師說 欸我覺得你這樣整天被俄羅斯班欺負也不是辦法 不如這樣啦 你還加入我們這個北約幫派好了 說不定以後俄羅斯班的老師就不敢再欺負你了 於是這個烏克蘭班的老師還真的就傻傻跑去報名參加了 而且臨走前還跑去對俄羅斯班的老師說 嘿嘿這樣以後看你還敢不敢欺負我 所以這個舉動就讓俄羅斯班的老師覺得很沒面子 因為以前那個被我欺負好玩的老師 現在竟然敢跟我嗆聲 如果我不打你 我要怎麼跟底下的小弟交代 所以俄羅斯班的老師沒有辦法 只好叫班上的學生去打烏克蘭班 然後這個時候美國班的老師就在那邊喊 流氓啊你們大家快來看看 俄羅斯班的流氓要以大欺小啦 我們大家一起幫烏克蘭班好不好 於是全校的其他班級就開始譴責俄羅斯班的老師 說他沒度量啊說他很流氓什麼的 反正搞到最後呢就變成全校一起來制裁俄羅斯班 那至於結果呢也很簡單 就是俄羅斯班的老師被罵翻 然後中國班的老師也莫名其妙的被拖下水 而烏克蘭班的班上也損失了好多學生 那究竟誰才是最大的贏家呢 這個答案也很簡單 就是比俄羅斯班還要更流氓的那個美國班 所以如果在未來有哪一天 你發現台灣班的老師忽然有宣布獨立的打算 那麼請不用懷疑 因為這就代表著 美國班的老師要開始去搞中國班了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舉羅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內容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舉羅 碎碎唸 我們下次 點